字幕 李宗盛 你這樣聽一定會覺得很被措施 為何他們相處了兩年半 但為何他們這麼散步 然後又不是一個鏡頭 令到他們把握回頭 當你真正認識他們的時候 他們12個都是徹底不同性格的人 有些人的性格會比較近 或者口味上會比較近 那些人很自然就變成一個小團體 有一些人不是說興趣或嗜好 又是另一種東西 自然會分散成12個 你會分散成2至3個團體 都很合理 但其實在這樣的情況 他們又要一起握著一個偶像包袱 那個偶像包袱是用來做事的 他們平時每一刻在鏡頭面前 我們是MIRROR 他們根本沒有機會用真實的自己身份 和大家相處 然後在鏡頭面前的相處 全部都是綜藝 全部都是要有一種 搓起某一種能量的東西 你會習慣了 你會習慣了大家的相處 是這樣的模式 兩年半 當然習慣了 你不習慣你生存不了 然後在這件事裡 他們真的用了很多時間 相信其實這條Girror 是一個放假 他們一開始都是充滿 每一刻都是這樣的 準備好 準備準備準備 沒錯 但他們用了兩三天 接受這件事是真的放假的 真的來喝酒、吃東西、聊天 然後接受了 他們突然就打開所有的東西 但不開心的時候 我都會藏在自己 我經歷了這兩年之後 我發覺我其實是很愛大家的 我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就覺得自己很廢 當初是純粹想多些人認識自己 覺得人出了名 做美人更順利 差距會越來越大 是會令我有很多負面情信 會有人看到你的 只要你用心做那件事 對自己在團的定位 我自己也看不上自己 我自己以前是一個很封閉的 因為我對一群人 如果太投入感情 我就會扔大100% 我一直以來 以前我當MIRROR 未必是一個家人的態度 去對他們 當作工作上的同事 我們每天都會一起上班工作 但是 坦白說 我們坐下來聊天的時候 真的沒甚麼 當時我的投入度 在一個團體來說 我自己是不高的 我經歷完這個攝影機之後 其實 想回這兩年多 其實覺得很快 我們之後還有很長的路去走 然後 其實我想 自己是否要繼續保持這個心態呢 牆是否要繼續這麼厚呢 是否應該給多 因為我經常都跟他們說 阿Jer 對著一些真正熟的朋友的時候 就可以玩得好一點 但是 這群人我都對於兩年多 為甚麼對於兩年多 都好像不太熟 現在就放開了很多 每天都很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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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開了他 即是 即是大喊 即是大喊 容易生氣了 只不過是因為對他們 即是 對他們的 容易生氣 容忍程度 容忍程度低了 哈哈 前線是他以前 會把自己所有的情緒 感覺都藏起來 即是大家很公式 或者很和平大事 立馬馬 一團和氣 是的 但現在不是 現在他有一些 他不是人來的 有感受的 他現在會生氣 其實是一件好事來的 你都發掘了他這個生氣 哦 他自己發掘的 或者身邊的兄弟幫他發掘的 即是 我都是 只要很熟很熟那些 我才會發脾氣的 即是 如果我懂得發脾氣 即是我對他們已經很放心 已經可以越來越說到 對 這樣 真的 我繼續幫多點來 你經常都會 對 我就是Leary 而且都會發覺 其實都真的 真的很愛這群人 是真的 即是我在這個攝影機裡面 我發覺 即是我一直以來 都覺得自己是很大頭 還有很愚蠢的 做很多事情 但入到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哈哈哈哈 你不要以為改變 你不要以為改變 我先說 是的 那我覺得這個舉動 我一直都覺得自己是 不好事來的 但是入了這個攝影機 大家都很 很懂得欣賞大家 連我這些決定 都覺得很好 那我又覺得 如果是 第二個去做一些 這麼愚蠢的事情 那未必有我 這麼舒服 即是那件事是好玩的 即是我呢 我呢 是的 那就接受了自己 接受了自己 原來是 這是一個好事來的 在這個團隊 就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所以就慢慢說多了 我會說多了 我覺得 即是 我以前就是 不說不說 那些什麼喜歡的 都不說的 但現在就 就會說 還有 更加 更加融入到 在這個團體裡面 即更加 我感覺到 我們真的在一起 在這個團體 還有我覺得 大家對大家的支持 是多了 即經歷了這個攝影機之後 即是 例如有些朋友 他可能經歷了一些事 不開心 即是做事 那我們會立刻 那一刻 就會問他 安慰他 或者 叫他 加油啊 頂住啊 那些 以前這些是 沒有的 即是 有的 我們在那個攝影機 發現身體語言 是很重要的 即是攬一攬 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 其實 因為有一次 在進入攝影機之前 進入攝影機之前 那我和阿祖 就坐在一起 又親到聊天 就是鏡頭 沒有出現的 這些人 他跟我說了一件事 就是 其實在動物的世界 都是沒有語言 其實他們都是 都是用磁場 去溝通 去用身體溝通 那 但其實有時候 我們就是依賴了語言 就忽略了很多 身體的語言 我有沒有說錯 沒有 我們依賴了語言 就忽略了身體的語言 或者精神的語言 我們忽略得很重要 但是到有時候 會覺得 有些事情不說的時候 就忽略了所有的東西 因為我們已經完全依賴了說話 所以到我們在一個計程中 再說 我們試一下 很樸素全身黑色衣服 去做一個擁抱 做一個眼神 其實那件事 原來是來得這麼簡單 然後我們在那個練習中 去拿回我們之間的那種 那種 那種叫什麼 那種年葵 那種年葵 那種基本 沒錯 阿祖令我認識到自己 原來有這麼重的保護機制 在自己 原來我在觀眾面前 會長期用憂鬱去包裝 保護著自己 那 那 就是 一直都不覺得 我只是覺得 我可能 大家會 會開心一點 情環 會開心一點 看別人開心一點 我就是這樣想 但是 久而久之就變了 很多時候 只是用這一面 給別人看 那 那 但是這一面 都是我自己來的 但是其實 我覺得可以多些不同的事情 出現 是 可能 給別人一點 比較脆弱 一點點 一點點 是啊 他們身為MIRROR 他們就是要承擔起這種偶像包袱 是 他們出來的時候 是 在《造星I》的時候 大家都看到他們是一些 真實有血有肉的素人 但是 去到他們 由素人變成一個星 他們是要揹起這個責任的 但是這個責任是會令他們 無法呼吸 其實 如果 最終是 只是變成了一個偶像包袱 而自己 不為意自己是一個偶像包袱 那就會很危險 但是會 人是為了生存 他們是會習慣所有事情的 那 你會習慣了之後 你會忘記了 你原本的自己是怎樣 所以我覺得 剛剛好 兩年半 兩年半剛剛好 看一看 這個時間